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最近接了一个私活,有点忙,好久没有更新了 这几期还是年末好羊毛系列 因为都是连锁店,就没有必要说哪个赞了 今天好羊毛的店就是这一家 卡兹亚,猪排饭专卖连锁店 日本开了469家 和上一期炸鸡块的店是一家公司 迎联卡微信支付宝无法使用 手写的支付方式好随意啊 年末搞特价 所以店里人山人海,全部坐满 店外大拍长龙 平时饭店都没几个人的 日本人好羊毛也厉害 我一个人坐吧台 桌子上的调味料和炸鸡块店差不多 就是少了一个烟章云 因为是一家公司,所以价格都一样 加水605日币 活动日期是12月7日到12月10日 我知道已经过期了,不好意思 太忙,没时间剪片 你们明年可以吃对吧 这里可以吃到四种炸猪排的套餐 平时价格都在759日币到957日币左右 我当然选择最贵的咖喱炸猪排饭了 当然还有单点的菜品 蔬菜色拉,温泉鸡蛋,味噌汤之类的 以上来我觉得还是很普通的 饭的量也不算多 6块炸猪排 我这个食量估计吃不饱吧 不管了,老规矩 先加点芝麻酱,吃蔬菜色拉 一如既往的平淡无奇 比松坞差一点 没有玉米粒和胡萝卜丝 米饭加上咖喱吃一下 咖喱味道浓郁 和可口一番污的差不多 挺好吃的 猪排是现做的 这一块是比较边缘的炸猪排 外衣酥脆,肥臭相间 既有瘦萝的香味,也有丰富的油脂 加上咖喱味道我觉得一般 反而降低了猪排的香味了 中间部位的肥肉很少 基本都是瘦萝,汁水不多 也算不上特别鲜嫩 吃起来味道和口感都是中规中矩 这个腌萝卜口感很脆 作为小菜还是非常喜欢的 中间的猪排还是有点厚的 605日比一顿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咖喱猪排的缺点就是味道单调 除了能加点气味辣椒 其他的都不太配 全部吃完,果然没有吃饱 第二天继续好羊毛 这次点了最便宜的蛋香猪排盖饭 猪排的外衣是软的 鲜甜味道 这一块肥肉比较的多 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油脂的油香 猪排上面滑嫩的蛋皮 为整道菜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味道 接下来就是各种的调味料组合 先来点七味辣椒 中间的猪排饭基本都是瘦肉 肉强十一 加上一点开胃的辣椒 一如既往的好吃 再来就是经典的日本猪排酱汁 柔和酸甜的酱汁味道 加上瘦肉紧实的口感 还有微辣 这个味道很喜欢 米饭也是裹满了香甜的酱汁 吃起来那叫一个香啊 最后来点爽脆的腌萝卜收尾 总结一下 这个最便宜的蛋香杂猪排饭 倒是比最贵的咖喱猪排饭好吃很多 不过605日比一顿 怎么算都不亏 如果是原价的话 我就会考虑一下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